在爱澳华州竞选时,克林顿星期三接受了美国公共电视网,采访时表示,到目前为止,她是不赞成她所了解的内容。 希拉莉·克林顿表示,她一开始就已经说过,美国必须要有一项将会为美国创造好的工作,提高薪水并且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的贸易协议。 她仍然是相信这个是他们必须满足的高标准,克林顿说,她所看到的协定内容没有达到这样的高标准。 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曾经大力推动TPP的谈判,但身为总统参选人的她,开始就跟奥巴马总统拉开距离。 她在民主党内的挑战者桑德斯参与员已经公开表示,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是一项灾难性的协定。 美国和11个国家经过多年来的谈判终于在星期一是达成协议,这项历史性的贸易协定仍然需要各国立法部门批准。 美国国会几经波折在今年6月通过了快速审判程序,为TPP铺路。 在这项的问题上,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得到了共和党议员的支持,而很多民主党议员真的投了反对票。 而如今虽然有快速审判程序,但美国进入选举季节,反对TPP的美国民间各方力量正在展开最后的追击战。 政治人物也开始高调发声,这个为协定能否在美国国会过关系带来变数。 政治人物也开始高调发声,这个为协定能否判程序,为协定能否判程序,为协定能否判程序,为协定能否判程序。